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早上起床后不知道给家里人做什么样的早餐 赶紧试试这个简单营养又好吃的玉米面鸡蛋饼吧 做法简单一分钟烙一张 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卷菜卷肉都好吃 首先在空碗里打入三颗新鲜的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液搅散 搅鸡蛋的时候要像这样挑起来搅 这样才能将鸡蛋液彻底搅散 搅散后倒入400克清水 加入一勺食用盐 半勺调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分次倒入200克细玉米面 一边加入一边用筷子搅拌防止结成面疙瘩 搅的时候最好朝着同一个方向搅 这样才能将面糊搅细腻 然后再加入20克玉米淀粉继续搅均匀 一直搅拌成这样细腻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舀一勺搅好的面糊到进预热好的平底锅里 晃动铁锅将面糊铺均匀 开中火烙40秒 等面糊彻底凝固边上翘起来后就可以翻面了 翻面后再烙20秒 时间到了咱们的玉米面鸡蛋饼也烙好了 这样烙出来的玉米面鸡蛋饼非常柔软 吃起来也有嚼劲 不管是加肉加菜还是直接吃都非常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早上起来后几分钟就能做好一家人的营养早餐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